立成 成文 把他抱了你 來 我解釋一下 成文是我的助理 平時呢 很少給他氣壽 所以這個擁抱算是 給他的一個歉意 老闆 下次能不能用薪水 來表達你的歉意 這樣的話 我也有歉意 來 我們考慮一下 考慮一下 來 繼續 繼續 終於輪到你了今天 終於輪到你了 真心話大冒險 真心話 我們晨晨就選真心話 是吧 媽 你別跟著插我 我們晨晨那一項 平時啊不太注意交流 所以上班半年了 大家對她還不太了解吧 今天我做媽的替她做主了 就選真心話 阿姨 您太有娛樂精神了 這個遊戲就真心話才好玩 來啊 大家別問啊 我們想知道 碧晨的夢中情人是誰啊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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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說呀 是孩子 快說啊 多好的機會啊 快說 我 我沒有夢中情人 顯然 快說了 快說 我們晨晨啊 比較害羞 真不知道她怎麼當 這個律師的 她一直沒告訴大家 她其實啊 有個男朋友 媽 傻孩子 你看你 有男朋友 又不是丟人的事 媽 我沒有男朋友 我是騙你的 你別說了行嗎 什麼 你在說什麼 我說我沒有男朋友 我是騙你的 我沒有那個魅力 行了嗎 我就覺得奇怪 原來 原來你們聯合起來騙我 你跟我回去 沒關係 你怎麼變成這樣 阿姨阿姨阿姨 別就真話都沒了 你有話好說阿姨 你少說話 我們晨晨 就是跟你們這些 油嘴滑舌的人在一起 才變成這樣 快走 媽 不回去啊 你留在這大城市 賺了這麼地錢 受這麼多罪 幹什麼呀 图什麼啊 你跟媽回去 媽給你找一份 穩穩當當當工作 安分分過日子 在咱們本地啊 找個可靠的男人 不比這兒好啊 走 媽 我知道您是為了我好 可是我不需要這樣 是 我是在這裡生活 每一天都很辛苦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時候 才更有意義 這是文姐 她是秦律師的助理 剛才秦律師也說了 她經常挨罵 可是您知道嗎 她爸爸 就是我們律所的股東 她根本就不需要這麼辛苦 她完全都可以在家 當了大小姐 還有何律師 你看她平時嘻嘻哈哈的 但是她是我們所裡 接公益案子最多的律師 只要是當事人 有經濟上的困難 她都千方百計地 給人家抹去律師費 周霄李剛 都是比我厲害的學霸 詹琴她是海歸 還有順水 放棄了央企的工作 來到我們所裡 她們都有足夠的理由 去過安穩的日子 可是她們想靠自己的努力 留在這個城市裡 因為人活著 就要有希望 有夢想 這樣才會有意義 媽 我的人生剛剛起步 我想靠近自己的努力 去拼搏 您不要扼殺我的夢想 好不好 阿姨 阿姨不好意思 我說一句公道話 逸臣是我們律所年紀最小 最資淺的一個 但她也是我們大家公認 最上進的員工 只要她好好努力 前途肯定無可限量的 對了對了阿姨 她剛二十出頭 人生剛剛開始 急什麼呀 是啊是啊阿姨 你看我都三十歲了 我還是個助理 可是畢城她才二十五歲 就已經拿到律師資格證了 多厲害啊 你們說是不是 是啊 她終於你們說得這麼好 阿姨 我們律所是業界頂尖的 不是想進來就進得來的 可是大城市難困 我怕我這個女兒心態高 混到三十一事無成 到時候要什麼沒什麼 那怎麼辦呢 你哪兒夠人笑話 媽 我想靠自食其力 去完成自己的夢想 好 我們就時間到了